虽然没有制造医学仪器的经验 但美国太空总署一帮科学家和工程师 有的是一康热成 同做太空任务仪器时练成的快捷精准 疫情下部分人要以视像会议方式 参加这款抗疫工程 这款特制呼吸机和传统的一样 都是通过氧气管辅助病人呼吸 但能够输送更多氧气 制作上所需要用到的零件比较少 全部在现有供应链都找得到 容易修理,也都比较轻身 由酒店和会议中心等改建的临时医院 都仍然可以派上用场 经过37天努力,终于 这款特制呼吸机的缺点 是比传统呼吸机几年的寿命短 只可以用3至4个月 日前通过纽约医学院的模仪测试 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快速批准 团队期望特制呼吸机能够降低新型肺炎患者 入深切治疗部的机会 并腾胸紧绝的传统呼吸机 给最高危的患者使用 有线电视记者已经已报道